装一台电脑交一个朋友 大家好 我是装机大手刘白 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一台黑金包好丝 也就是大家在片头看到的这台电脑 那么这台电脑是我们郑州本地的一位客户 上门来自取的 但是由于机主比较着急到外地去出差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昨天他来的时候 我们的摄影师和我们的装剧员小妮在拍视频 所以他上门的时候就没有来得及跟踪拍摄 那大家就只能在监控里边 我给大家截一小段的画面 去一睹一下这个机主的真容 高高大大的一个帅哥 然后他这台机器呢是买给他媳妇的 我先讲一下机主的这台配置 我给大家打一个详细的配置 以及我核算之后的总成本 给大家打到这里 有喜欢这种类型电脑的 可以留心一下这个配置 然后这个机主呢非常的爽快 我们郑州本地的加上我之后就问了一个配置 问了个配置 我把它确定好配置之后 直接成本价折合了6%的利润 直接给他发过去了 我当时还准备跟他说 我们已经上了积木一代的风扇 对不对 我们这个机箱要不要来一套定制的模组线 谁知道他直接说要多少钱的定金 我还付两千块钱吧 直接两千块钱就转过来了 我一看这么爽快 我当时给他订了一条模组线 我反手就送一套 一二百块钱没有什么问题 就单纯的就是为了这个机箱走线好看 没有想到咱的格局还是小的 粉丝上门的时候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问我抽不抽烟 我说我抽烟 粉丝反手就给了一条香烟 以后再有粉丝上了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御用的招待香烟 好不好 然后这个作品呢 也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看配置 因为我在之前的有一个作品里边 也是一台不好思 不过那台不好思没有显卡 所有的配置写的很详细 最后呢 加了一个所有配置加下来的整体成本 在那个作品里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就在说 你这个成本非常的贵 有两个人就是表现的特别激动 其中有一个人呢 我直接把他给拉黑了 因为他说话的时候 我一看就是杠精嘛 我直接把他拉黑了 但是他又加了我的QQ 加上我的QQ的时候 又专门单独询问了某一个配件 也就是内存条的价格 然后正好八经的给我道歉 希望我能把他从这个黑名单里边 给移除 然后他想继续看我的作品 因为他知道他错了之后 他敢于承认错误 而其中有一个人的评论呢 就是我一看他这种人 我就知道他 就算知道他自己错了 他依然不会认 也和这件事情呢 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电脑这个行业 确确实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有很多人会在电脑这个行业 去选购电脑的时候 出现上当树变的情况 我也曾经说过一句 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 鸟儿站在树枝上 它不担心它会掉下去 它相信的并不是树枝 而是它的翅膀 那么今天呢 我这个配置就不是说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你只要学会了看配置 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够骗得到你了 首先呢 就是处理器 我们看处理器的时候 要看是原封的还是散片 这个是有差价的 这个很重要 其次的 主板的话 我上一个作品里边出现的是一块690的吹血 大家都认识 但是你在看配置的时候 你容易看错的什么 它是到底是第四版本还是第五版本的 它们之间是有差价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内存 内存呢 是我上一个作品里边 大家就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在这之前 我是不知道大家会在这个地方出错 后来才发现这两个排杠的这两个人 全部都是出错在这个地方 里边用的是威刚荣耀 第五零的RGB灯条 它们可能在搜索的过程中就只搜了这个威刚荣耀第五零 你要往后看 这是第五的内存条 52频率的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条内存条不是灰色的 也不是白色的 是吹血联名款 一般的情况下来说 灰色的要比白色的要便宜 吹血联名的要最贵 反正厂家就是这样定价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配置 接下来呢就是固态 固态的话 我就再次给大家啰嗦一次 非常啰嗦的给大家讲一次 我上一个视频里边出现的那块固态 是三星的980 Pro 1TB的 我跟大家无数次的说过 一定要买国航 国航 国航 不要买美航的 如果说你非要买美航 那你就按照美航的价格去核算 但是我的配置表里边写的清清楚楚 它是国航的 国航的就应该有国航的价格 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吧 电源 电源也很好说 就是我后边标注了这块电源 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看清楚 白色的电源通常的比黑色的电源要贵很多 贵15%左右吧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价格 还有我们在搜电源的时候是白色又白色 人家是纯颠色的主题 我总没有人家上个黑色的电源吗 这也不符合标准 其次呢就是水冷 水冷的话也很容易分辨 不过有分歧的地方就是我上一个作品用到的是华硕的飞龙二代 但是飞龙二代的它白色款呢就只有吹雪款 还有一个配置就是机箱因为两台机器的机箱都比较贵 一个是包浩斯的OLED一个是包浩斯OLED迷你 这两个机箱都是七八百块钱的这种价位的机箱 我们再去打开这些购物平台的时候 搜索包浩斯迷你的时候 它给你的这个价格一定是这个系列里边最便宜的价格 就是它分三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的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它关光是什么颜色 我也忘了 但是它不是纯白的 它也是白色 但它不是纯白的 纯白的是最贵的 我们点进去找到这个机箱 你才能看到这个机箱最根本价格 同样的道理 积木一代的风扇 我们去搜索积木一代风扇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109一把积木的风扇 点进去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109不是白色的风扇 也不是黑色的风扇 是一个控制号 有了这个我们能够看懂配置的能力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 你看到一个人 你就说这个人很良心 这个人就不良心 你一眼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实际价值是什么 因为电脑配件网上的价格都很透明 不透明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不会的地方 这些你仔细看看 没有人会骗你的 怎么骗的 我发一个作品 不只是用户在看 同行也在看 我发一个作品 这是一个公开的作品 不针对小白 也不针对专家 我是所有人都针对的 所以这个价格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我也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的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对于说成年人来说 就是能够承认错误的真的不多 我拍了这么长时间的作品 明知道自己是错的 还是一直坚持错下去的 就是包括我这顶作品 那个哥们也是 别说我上一个作品的价格 已经是15天以前的价格了 半个月以前了 放到现在那个价格依然很耐打 没有办法 因为它实实在在是成本价格 我们这个行业的利润非常低的 没有大家想象到 动辄就是几千几千的 动辄就是十几个点 二十几个点的利润 没有那么夸张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个其他问题 同样很多粉丝呢 同样是选用着连利 积木一代的风扇 大家都知道这个积木风扇 是可以自己实现串联的 为什么用了这个积木风扇之后呢 这个走线依然不好看 我们就以这台机器为例 因为鲍尔斯名义的 相对走线的空间会更小一点 它跟鲍尔斯OLD还不一样 首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 给大家讲一下底部的风扇 因为我们积木风扇串联之后呢 风扇的供电线以及RGB的灯光线 尽量的预留在这个位置 在这一块 不要预留在这一块 预留在这一块的话 你这个风扇线再往后边拉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的难看 然后预留到这之后呢 我们拿一个扎带 在这个位置就捆一个扎带 捆到这个位置 捆到这之后呢 这两根线呢 就基本上在这固定了 但是拉过去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从这儿拉过去 积木风扇这儿一个槽 这两根线就死死的固定到这了 固定到这之后呢 这根风扇的供电线 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待会就直接 接到下边的四针十二幅上 然后多余的线呢 整理整理 整理整理 还给它捆成这个样子 还是沿着这下边的 这些小孔洞 给它捆一下 还有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我们这个线捆完之后 我们这个扎带捆完之后 在这儿 它会漏到一个小疙瘩 也就是我们扎带 固定的地方 有一个小疙瘩 我们尽量的把它给伸出去 把这个小疙瘩拉到里边 然后里边的话 保持这下边这个面是平整的 因为这个下面的设计的 有防尘网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灰尘 透过你的防尘网的缝隙进去 这个防尘网会吸附的更好 这也是一个小细节 底部这三把风扇的 供电线就已经插好了 剩下一个RGB的飞机头的 供电线呢 我们通出去 待会再做 然后给大家讲 这一把风扇 尾部这把风扇 我们在装这把风扇的时候 这个风扇的供电线 是预留在这个位置 就是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这两条线呢 一定要压到 CPU供电线的里边 就是从这伸过去 压到CPU供电线的里边 从这上边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从这个位置给它穿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一把风扇的两条供电线呢 就已经走得非常干净了 就是在前边就看不到了 然后顶部的风扇呢 它的出线口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从这儿 从这儿一直给它通过去 通过去也是从后边这个孔位 在这个位置拉出来的 拉出来的时候 现在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会在这儿捆扎一个扎带 用来拴住尾部这把风扇 以及顶部这三把风扇的 这四根线给它捆到这个位置 让它在这儿有一个受力点 也不至于它在机箱里边乱动 这一块呢 再加一根扎带的意思呢 就是 目前的话这一根 一根扎带这样拉着的话 这两条线依然会松动 所以说没有办法 我们就要在这两根线 同样给它加一个支撑点 这样这上部三把风扇 尾部三把风扇的线 就已经在前边 走得是非常整齐了 就是这儿你根本就看不到 风扇的线 全部拉出来 拉到这个位置 这几个小技巧 我们展望来之后呢 剩下的就是一个 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之前呢 也因为这个问题 被其他人喷过 就是我之前的作品里边出现过一条 积木风扇的极限器 因为积木风扇呢 它用的是飞机头 不是我们常规的那种 三成五伏的接头 这个极限器呢 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在之前的作品里边出现过这个极限器 我说这个极限器也是我们的成本之一 有个人就在下边抬杠 你为了挣钱 为什么要给人家装一些根本不需要的线 首先这个东西我没有收钱 其次 它并不是没用的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实际装机过程中 这个线起到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飞机头的极限器 直接把这四组金木风扇的RGB灯光线 全部给串联起来 串联到最后呢 它通出来的是接主板三成五伏的接口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去加积木的那个控制盒了 首先那个控制盒呢 一个大盒子 在包好斯迷你这样的小机箱里边 它也不好走线 其次呢 它还不好用 人家说一无是处吧 这很容易理解嘛 本来那个控制盒体积比较大 在包好斯迷你这个机箱里面呢 它确实实是占的地方 其次它也不好用 那么这根线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根线它会占多大的体积 我们走好之后 给它藏好 藏到下边 然后用这个电源的磨组线 压着这个里边这些杂乱五张的小线 整个机箱的走线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舒服 那么由于呢 我是刚买的GoPro 我也没有学会这是怎么样用的 这一次装机走线呢 本来想给大家拍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 结果给搞砸了 那么这个作品呢 就稍微显得有点潦草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欢迎大家上门来搞机 我们还有预用的香烟抽 装立台店的交一个朋友 拜拜